大家好,我是Data 很多網友都知道我是阿仙奴球迷 經過了三輪的經銷賽事 阿仙奴三戰全勝,登上榜首 我非常高興,所以今集就去介紹阿仙奴的主題餐廳 這間餐廳叫做Locker Room Dailing 其實它有幾間分店 今次我們去油麻地分店 這間餐廳我們在油麻地站,A2出口出 出來之後我們就掉頭 接著便會見到彌敦道 我們轉右手邊 再向前行幾步便會見到預發廣場 接著便乘電梯上八樓 餐廳開12點,暫時未開門 不過門口又放了餐牌 所以先介紹一下午餐 午餐供應時間是12點至5點半 這間餐包含餐湯和蒜香牛油發包 總共有八個餐選擇 價錢是$72至$118 八個餐都是西餐來的 比較特別的是有一個全日早餐 這套餐價錢會高一點 不過我想阿仙奴球迷就不會介意的了 這套餐包含咖啡或紅茶 還有這套餐可以追加美食 例如加18元有洋蔥圈 32元有水油成雞翼 如果是2點半後才來的話 每一套餐是減10元 另外這餐需要收加一 餐廳到12點便準時開門 一小時便進入了餐廳 當時未有幾家客人 因為這間餐廳 全部東西都跟阿仙奴有關 所以開頭拍了一段長時間 特別是這間餐廳 周圍都掛了球衣 每一間球衣都是我們的名宿 因為我之前在網上看過相片 感覺上這間餐廳面積都算是大 但我上來發現好像沒有相中那麼大 原來它裏面還有一個房間 房間的空間其實跟外面差不多 兩個地方加起來 我猜招呼七八十人應該都可以 不過餐廳的桌子 有一部份桌子排得比較密 而且桌面面積並不是很大 所以食物多的話 其實並不是有地方放東西吃 另外餐廳有一個很特別的人座位 好像有個籠包著 我估計這個是情侶座位 因為是阿仙奴的主題餐廳 所以有一個角落 擺滿了阿仙奴的紀念品 還有阿仙奴的吉祥蜜 很多網友都像是阿仙奴球迷 所以也有經常叫我介紹這間餐廳 不過我一直要等一個比較好的時機 去到今天我覺得非常適合 因為阿仙奴現在是綁手之外 而且還要看得相當不錯 今次我就叫了全日早餐 另外再追加了兩個小食 看上來就非常豐富 這個是麗湯 沒有選擇紅湯白湯 直接送了紅湯上來 不過這個紅湯味道挺舊的 而且喝起來有辣辣的感覺 但這個湯沒有什麼料 這個就差一點 這個就是蒜香牛油發包 其實這個發包挺厚的 它上面塗滿了牛油 而且上面烤得挺脆的 不過下面那層麵包不可以烤 上下兩層的口感不同 所以我覺得麵包的口感很有趣 而且也挺好吃的 這個就是我們全日早餐 這個餐的價錢是$82 哇!裡面的食物真的挺豐富 我們逐樣試試 全日早餐又有一塊牛油發包 因為剛才介紹了 所以現在就不介紹了 這個是8.3牛肉炒蛋 雞蛋也挺滑的 不過好像不夠鹽 所以比較淡 這個是脆煙豬腩片 應該就是煙肉 見到煎得就焦了一點點 份量就兩塊 這個煙肉就夠味 起碼是鹹鹹的 吃起來的煙肉味道挺好 不過煙肉是比較肥膩的 還有煎得比較焦 所以吃起來的時候 有點脆和香口 炒野菌份量也挺多 因為有部份野菌比較厚 而且不夠軟 所以吃起來的口感會比較硬 另外的調味就一般 所以這個煙肉的水準 都只是報告通通 這個是煙三文魚 捲到成個花 不過色澤是不一樣的 我們就刷一刷花 看到份量也不錯 煙三文魚比較肥膩 吃了一塊之後 口已經有油 另外煙燻味 開頭是有點不習慣 但吃起來都可以 不過我擔心 可能有部份人 不太喜歡這種煙燻味道 豬肉腸就不算很大條 很滑 皮很硬 看到有些黑椒和芝士 想不到除了皮很硬 腸肉也很硬 另外它的芝士味是過重 重了些 所以粟腸的味道就不一樣 餐牌上面寫是茄汁燻豆 不過它現在上了番茄和紫薯 我這樣還適合吃 番茄有很多汁 不過不太夠酸 其實看樣子 這個紫薯應該蠻好吃 裡面加了少許的甜味 更加好吃 另外它的紫薯是大粒少許 所以口感上又有些不同 這個紫薯其實蠻高質素 最後還有些沙律 賣相真的一般 這個醬汁很好吃 它的菜就不太好 這個就是追加美食 鹹蛋黃洋蔥圈 加18元 洋蔥圈加鹹蛋黃 這個組合我未吃過 估計應該不錯 這個洋蔥圈吃起來 真的相當好吃 主要是因為它的洋蔥圈 有很多鹹蛋黃 所以吃起來很夠味 因為有很多鹹蛋黃 所以最好兩個人Share你吃 無論如何 這道菜蠻好吃的 值得一試 而且價錢只有18元 這個是水牛成雞翅 要加32元 餐牌寫著有3隻 不知為何我有4隻 雞翅的皮質都頗脆 裡面的雞肉水準是差不多 不過它有少少辣 不算很辣 另外它的醬汁不錯 所以水牛成雞翅味道都不錯 這杯就是我的餐飲熱咖啡 茶杯茶碟都頗漂亮的 不過份量不算多 既然咖啡不多 我們糖就加半包算了 這杯咖啡味道是不錯的 加半包糖其實不夠貼 不過苦苦的也有些風味 我們就叫了全日早餐 再加了兩個小吃 加完總數145元 至於全餐我們也是做總計的時候 今餐價錢其實真的會比較高一點 不過如果你是阿仙奴琴米 應該可以接受得到 至於食物質素都可以 特別它的鹹蛋網用蔥圈 真的挺正的 餐廳環境當然是沒得頂 如果是阿仙奴琴米 就真的需要過來參觀一下 工作人訓募態度都不錯 至於地點距離又慢 你的站就很近一下 我的結論就覺得 如果你是阿仙奴琴米的話 其實這間餐廳是必度的 無論如何 希望阿仙奴今季有好的成績 今集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下集我們會再介紹其他地方 多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 拜拜